接下來呢,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會有戀愛的人 那個戀愛的人呢,可能是你心意的對象啊,或是另外一半 那接下來帶來這首歌是,我會去談過,就是他一個歌手當初呢 他迷戀著一個女生,他就創作了這首歌 那因為這個歌手他在創作的時候,他不是一下子豎扯,然後好像就發起了他的專輯 而是呢,他的每一首歌都需要經過預料的時間,然後去完成這個作品 然後呢,當大家去詢問,就是發了專輯嘛,然後每一集就問他說 欸這首歌,感覺是不是有喜歡的人啊,是誰啊,然後就在問他 那其實他就回應的說,其實當他在寫這首歌的時候是有心意的對象 那可是,在他發生什麼時候,那個女生就離他而去 那這個,歌手就是張敬遠 那我們接下來帶來這首歌叫做,小雨 總有些緊急得急遇 總有些緊急得急遇 總有些緊急的急遇 總以放說趙房窩而見你 你那双温柔剔透的眼睛 出现在我梦里 我的爱就像一盒子平 在你的天空落住你 多渴望化成渐渐的小鱼 只有你心中的 不管回来会怎么样 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 不管结局会怎么样 至少想念的时钟 我不会把它当作游戏 因为我只是对 总有些话是问题 把你回表选择 我发情感自私的那一年 隐藏在你的天地 我的爱就像一盒子平 在你的心目搜索 寻寻觅觅觅一个美丽的港湾 希望不再流浪表达 我发情感自私的那一家 我发情感不足 不管結局會怎麼樣 至少想念的是你 不管未來會怎麼樣 至少看到和你在一起 如果你還是有違法相信 在你的愛心 我會安靜的流水 謝謝